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今天132篇給我們看見一個浮屍的現象 那它是用一件事情來作為代表的 就是它 耶和華求你興起 與你有能力的約貴同入安息之所 這是它的尋求 那也是我們所說的 它的浮屍的代表現象 為什麼這麼說呢 其實約貴所預表的是神的同在 我們講伊瑪雷利就是希望說能夠產生一種與神同在 這樣的體驗這樣的生命狀態 所以如果是一個與神同在的浮屍者 那與神同在它有和上帝一起賽跑吧 有和上帝一起勞碌對不對 但是最深的浮屍的狀態 就是安息在主裡邊 在安息裡邊浮屍 所以131篇是已經講到一種安息的生命 132篇就是在安息中浮屍 那麼在安息中浮屍 這個浮屍它的目標 在132篇的第9節第10節 願你的祭司披上公益 願你的聖民歡呼 求你因你仆人大位的緣故 不要怨氣你的受高者 這包括了三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 披上祭司之跑 就是有這樣的身份 也盡了這樣的職份 那願聖民歡呼 就是我們胡適的目的是希望 和我們一起敬拜上帝的 或者說作為傳道人而言 就是你的會友能夠很快樂 這是胡適的目標 那胡適的成果呢 就是成為一個受高者 被上帝所愛 那麼在這篇詩篇 我今天再做一點點補充而已 就是一分鐘 三分鐘就結束了 就是說 如果你胡適進到一個好的光景 就會產生一個現象 叫做要五毛給一塊 你要的 上帝就加倍的給你 這是一個進入安息的胡適者 他應該可以體驗到的狀態 所以在這篇他們的基礎 就是 胡適者的基礎是他向耶和華起誓 然後在第十一節就 耶和華也向他起誓 他是希望說 他的受高者不被厭棄 就是站在所羅門的位置上 他 這個我們常常會唱一首詩歌 這個 若有人被你選招 別把我氣掉 若有別人被你選招 莫把我氣掉 這是一個謙卑的真實的信者 如果有人蒙恩 那麼能夠服侍 那至於我服侍到什麼樣的成績呢 服侍到什麼樣的結果呢 我們自己其實不需要多求 也不敢多求 因為其實這一切都在上帝手中 但是你求的是上帝不把你氣掉 上帝去說我要使你所生的 這個使坐在寶座上 而且是永遠坐在寶座上 那這就是你要的和他給的 然後也提到說 他求你與你的有能力的約會 一同進入安息之所 然後在第十三節十四節 上帝就給他說 我要使他成為永遠的安息之所 這也是要五毛給一塊的一些現象 然後要使你的聖民歡呼 他就我要使其中的糧食豐滿 使其中的窮人飽足 這也是更多的 不僅僅是歡呼而已 然後你要盡你的職份 他求的是批上公益 批上公益就是做得對 那批上救恩 救恩就是你做得很有能力 一嘴一夜 一就是正確嘛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福士被上帝冤納 上帝給我們的回答說 我要使我的祭司怎樣呢 批上救恩 就是你的職務好像警察的職份是警察的 警察的這個制服嘛 用制服來表達 而這個 這個法官的職份 用法官的制服來表達 法官的這個 袍來表達 那麼作為祭司祭司的袍 你的袍是代表 就比方說是牧師有牧師的袍對吧 那這個這個教授有教授的袍 博士有博士的袍 好比這樣這麼說吧 那麼你的袍是 批上的是什麼呢 批上的是救恩 就是說你能夠為主 來執行 來施行拯救的工作 這是服侍的現象 那麼求你不要厌棄你的受告者 這個上帝給他的回答是 不僅僅是要使 不僅僅是沒有厌棄 而且要使他的腳在那裡發生 這個腳在那裡在那裡發生 我們說他這個發生那個字 原來是花牙 就是變成活的 變成有生命的 那能夠帶出征戰的能力 也能夠腳 基本上帶著兩方面的意義 一方面是有爭鑽的能力 這是公牛的預表 那一方面是什麼 可以發出大聲 大的聲音可以呼召 然後要成為明燈 然後這個使 就是當你進入一個安息的鬍事的時候 就能夠自然而然使仇敵 披上羞恥 其實我們不是要 不是要去壓倒去傷害 去致死我們的仇敵 而是到一定的程度 讓人們覺得說他所做的控告 他所做的論斷批評 總總是錯的 好比我們這幾天看到有一個女孩子 因為被霸凌而自殺 那如果說他像這種情形 就是非常令人遺憾的結果 如果他是一個得勝者 那不僅僅是使人 使在論斷他的人 啞口無言 甚至於讓他一切的 一些不合一的行進 產生了一種不言可遇的 大家一看就知道 就是你錯了就是他對 那基督徒的虎視 其實我們走一條十字架的路 就是我們的教會 其實在這些年間 別人會看不懂 難免會有一些種種的說法 但是如果你在安息裡面服侍 就會使那些論斷者 他啞口無言 然後冠冕要在頭上花光 就是你的服侍會在眾人面前被尊敬 被看見而能夠顯出 我相信這是一個成熟者的服侍 我不知道這樣說 是不是比較完整 那麼從這三篇 也就是132 133 134篇 這三篇我們做的區分 我想這132篇講的是成熟的服侍 133篇是成熟的服侍他的狀態 那133篇所講的是成熟的服侍 他所追求的和所做成的果效 是甚麼呢 一個基督徒的服侍 其實最大的最高的期望不是別的 就是聖徒和睦同居 和一同歸於一 因為我們是在基督裡邊 我們如果在信上面 在信仰裡邊能夠一字化 在真道上面同歸於一 而且讓我們各自有各自不同的特性 有各自不同的人格 有各自不同的優先順序 選擇的優先順序 有各自不同的期望 但是在一起的時候 卻是能夠非常的和諧 非常的相愛 顯出基督的豐富 這就是服侍者的最高的目標 最近我和師母和中立去參與一個服侍 在一個就是小型教會的牧者的退休會 裡邊去 在小型教會牧者退休會裡邊去 去分享信息做講員 那麼其實我跟他們所說的 聖靈給我的感動也非常非常簡單 就是一個服侍者 成敗得失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是你要什麼 我舉一些例子 有些人服侍服侍到後來 服侍得很辛苦 那些小型教會的牧長 像我們蘇利亞他們幾個同工常會接觸到那些人 醉得很累 做得非常辛苦 但就一直都沒有果效 然後那個學禁十八般五義 人家說人家說什麼樣會使教會復興 他就怎麼做 那搞到後來就精疲力盡 但是一直很挫折嘛 所以他們常常的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你要的不是上帝所要給的 他要的東西啊 其實要來並不好 因為上帝並不是所有的做傳道人的人啊 他都有那樣的那樣的必要 去服侍一個非常眾人看得見的幾千人幾萬人的教會 不是那樣嗎 每一個人被上帝所量定的路是不一樣的 那保護的兩個小拳 他的服侍難道會比那些財主更少嗎 所以如果有些人 他們的服侍是目的是要教會發展 那麼其實這個 那就是他要的 有些人他要的是一種社會公益 那他也可以去要他的對不對 但是我跟他們講的信息就是你們到底要什麼 給他們講一句很 比較容易懂的話 就很多人的受苦啊 就是因為愛上不該愛的人 那你想要的東西啊 那不是你能夠要的嘛 像有些人他去追求一個女孩子啊 那其實那個女孩子不是他合適的 我說這個家庭拍招手啊 水果對人走對吧 那你千辛萬苦追到了 那天天跟他在一起被他閒著閒那 那一輩子會很難過的啦 那一個人如果他 他上帝沒有那樣的呼召 而他把教會搞得很大 因為教會是人嘛 那人常常就會有他的性格 有他的狀態 有他的種種的 種種的自我要求 那你如果身量夠目標對啊 那我們要的是生命 要的是合一 要的是永恒 那大家在這個目標裡邊不會分裂啦 那要的是成績 要的是外在的果效 那有些人就覺得說 其實我是比你更行的 那講簡單的話就是 你如果教會不小心弄得很大 而又沒有那個聲量啊 那就等著被人家趕走 懂我意思嗎 在教會的很多傳道人都是這樣 因為意見不一樣 要嘛就是你走 要嘛就是我走 然後呢 這個在屬神的 神的國度裡邊 一個原則是改不掉的 就是屬肉體的 逼迫屬靈的 因為一個人越是屬靈 他生命越是遷退嘛 越是依靠主嘛 越是屬肉體的 他越動作很多 越想著想那 每一個人也許在他的立場裡面 都認為說他是善意的 但是你是一個屬靈的人 常常表現得很雀懦 遷退對不對 那些比較屬肉體的人就覺得說 你這個太不積極了 太不上進了這樣那樣 那人家就覺得說那你不行你走吧 我來吧 我來吧 這個有人就嫌老天爺不會做 這個老天爺啊你不會做 天你下來吧 那這個 這個 你在教會裡邊 你把教會發展得很大 結果 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是 給自己 贏 台灣話聽得懂嗎 這 這 閩南話的俗語說 不贏 贏 這沒有家 那你去拿個椅子來套在頭上 製造苦吃 那何必呢 所以其實真正的一個屬靈的人 你要知道 你的服侍的終極目標 表現出來的目標是什麽呢 當然我們希望他們個別的 都能夠很快很快樂歡呼 我們希望整體的是 要使神的家有糧對不對 使這個其中的糧食豐滿 使其中的窮人飽足 那這是我們在這個服侍者應該盡的 但是服侍起來 就是你有形形色色 不一樣特質 不一樣身份 不一樣背景 不一樣年齡 不一樣的學識的人 能夠和睦同居 那這是 無論任何一個服侍者 無論你的呼召 是你的財具 或者你的呼召 你的外在的環境 上帝給你的機會 是要讓你開拓一個很大的教會 還是要你維持一個小小的團契 一個小組 它重點都在於 你和諧不和諧嘛 這個是無論是任何一個服侍者 他都不能夠 不能夠跳過的 任何一個教會的服侍 都不能缺少的 所以主的祷告就是要我們 能夠和而為一 能夠和睦同居嘛 所以我們在這裡看到 十篇一百三十三篇 它就是說 一個成熟的服侍者 他在一個正確的目標追求 然後經過他安息的努力 我想說 與神同在的安息 這是一種境界 這是一種生命的 也是一種生命的 一種具體的表現 與神同在而能夠安息 他說明他是 至少他是倚靠的 然後呢 他是能夠謙卑的 然後他是學會等候的 在這樣的一個服侍者 那麼我們最近 常常跟地方人們 在傳遞的一個信息 就是上一次也有跟大家講 任何一個修行的人 人生的最高的 生命的狀態 沒有別的了 就是與至高者同在而進入安息 這是佛教徒所尋求的 還沒有的 沒有辦法 就急進涅槃 他們不知道有至高者同在 這個事情 那我們能夠與至高者同在 而進入安息 那就是 一種生命最高最好的狀態 而你在安息裡面 所顯示出來的服侍 就是詩篇第133篇 這個短短的三節經文裡 所給我們提現出來的 所以133篇第一節 第一節這裡 把作者標示出來 大魏上行之詩 我們知道作者是誰 那我們也可以這樣理解 就是把大魏標出來 因為大魏是和神心意的人 所以當這詩篇裡邊 標出大魏上行之詩的時候 他也突入著一個信息 就是說這是一個和神心意的人 他的祷告 他的生命狀態 而這裡上行之詩到最後第二首 也就是一個和神心意的侍奉 他所體現出來的現象 那麼看啊 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這是說明 有東西可以讓人看啊 讓人看見什麼呢 看見弟兄姐妹們 讓人能夠顯出一種和諧的 美好的 蒙福的狀態 這個福 善這個字 原文Tobo就是福 那美呢 原來就是歡喜快樂 這種歡喜快樂 這個就用一個比喻 來把形而上的存在 用形而下的方式 用形而下的事物 把它表達出來 這好比貴重的油 那貴重的油 其實就是受告者的高油 貴重的油也預表著 就是說使得 使人能夠尊貴 貴重的油是拿來做什麼呢 拿來做分別為聖的 分別為聖的進一步的意義 就是你原來是一種人 現在經過這樣的高的儀式 變成另一種人 這樣意思明白吧 原來你是沒有被選上 沒有被放在那個位置上的人 現在經過這樣的香膏 膏油的儀式 就讓你貴重了 那這是貴重的油 我們可以這樣來體會 那其實這個貴重這個字 和何等的善那個字 原文是一樣的 就是Tobo那個字 也就是祝福 聖經說有福 而這個祝膏 它是從亞倫的頭 亞倫是大祭司 這個是年長的 是這個做代表性的福 不是 留到福須 又留到他的一經 那他有他的 他的屬靈的預表 我們會看 所以首先 所以首先 這個合一就看到 一個整體 亞倫是整個人 作為一個教會的 或者一個 弟兄和睦同居的 整體的一個表象 那我們當中 比如說就是一百人 里面有亞倫的頭 有亞倫的福西 有亞倫的一經 然後呢 整個膏油 就從上到下 留下來 那這給我們一個 比較 這個 具象的連結 就是 當上帝有一種 很大的祝福 我们会看到他非常有次序的 这样轻降下来 每一个人都享受到了 那这个 这是讲到说 他整体的在顺序 在秩序里边 所有的人都在这样的香气里 我们每一次都为我们的 特别是最近 常常为我们的教会 的弟兄姊妹的一些做法表现 常常觉得说很被安慰 像这个从东北来的那几个人 东北来的那几个人 那他跟我们讲说 他到这来好像进到天堂一样 那其实我们都没有做什么 但是弟兄姊妹每一个人 各尽所能的去爱他们 那这是表面上看起来 我们并没有特别的华美 但是这个和尚大教会 最美的风景就在人 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位 都能够让人看见他的美好 对吗 所以这一次他们会邀请我去 邀请我去做讲员 是因为他们来过我们教会 然后那个带领者 他在跟我们交谈当中 他就重复了 我估计不止十次 他就带我们教会来就看 他认为说我们是中小型教会里边 发展得最成熟的 最美好的 那他从哪看见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就是好 不是好在某些险山露水 很耀眼的人身上 而是在每一个人身上 那这就是这个亚伦的头上 留到他的呼吸 又留到他的一经 他的一个具象的表达 然后再说这是一个实质的 那个是现象 再来就是 这个实质他的生命状态 就好像又好像黑门的甘露 这黑门的黑门山 它是基本上 它是在以色列的北边 最高的一座山 中年都云雾缭绕 所以那个山上是果实特别好 当然都是在甘露的浸润之下 所以成为非常美好的 一种果 一种这个丰硕的果实 它的一个很著名的 很标的的产地 但是黑门山和西安山 其实离得非常远 一在南一在北 我现在有点忘记 大概五百公里都不止吧 那好比黑门的甘露 这个高处 它的那种滋润 却会流到远远的地方去 这是一种无缘佛界 跨越时空的一种连结 而降在哪里呢 降在西安山 西安山就是一百三十二篇 所告诉我们的 上帝的拣选的地方 对不对 也就是 如果一个教会 有好的合适的服事 有弟兄和母同居 那么就会有 从各地来的 从远方来的 从高处来的祝福 那么它产生的 就是有耶和华 所命定的福 这个命定 就是 这个有两面的意义 我想等一下再说 就是永远的生命 那么我们说的是 其实这篇诗篇 我们看到 一个见证 真正的表象 就是说 整个的身体 被分别为生 被那种喜乐的高油 高抹 那么它的内在的实体 内在的实质是什么呢 就是有 恩典的滋润 有 永远的生命 有神所命定的 各样的福 而这个福分呢 原来 它是 这个字是 最多被 最主要被用在 这个祝福 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上帝所给予的好处 上帝所给予的 真正的好处 这个圣经 在诗篇里边 用作福 大概主要的是 有三个字 一个就是tubo 那一个就是这个字 这brach 这个字 就是好的礼物 还有一个就是 亚瑟那个字 它也是福的意思 那么所以 我们在这里 从这边 我们跟地团人们 要具体的说的是 其实 这是 这个 一个成熟的服侍者 他所服侍出来的果效 其实 重点目标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 能够让 他所服侍的人 进到一种和谐 和睦 和一的光景 我们常说 家和万事兴 其实和谐 对一个家而言 他是应当的 但是却是不义的 我们不要这样说 可以清楚吗 其实和谐 很不容易存在 也就是说 他很脆弱 很容易被破坏 很容易失去 所以有些时候 一个家 我们看到 某一个家庭 他的家人 能够和谐相处 一般来讲 都有他的 很奇妙的背景 和不和 其实有很多弟兄 很多家庭 几个弟兄姊妹 其实彼此之间 并不合 但是他们有一个 Tanko 我们讲 Tanko 知道吧 有一个 枯筒的 就是他们妈妈在 妈妈对谁都好 所以 他们只要是 妈妈还在 他们就 勉强维持 这个表面的和谐 但是妈妈 一旦走了 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我们看到 人间有太多 太多 这样的势力 那其实 如果是这样的 服事 那当然就不是 这篇诗篇 或者我们成熟的 生命 所能够显出来的 具体的果效 所以 我再 先做一个 重点的提示 就是 我们要知道 一个属神的人 他能够分享恩高 分享恩高 把上帝的生命 分在个人里边 他有神的荣耀 在个人里边 你才能够谈得上什么呢 使他们和谐 因为和不和 不是应酬的 和不和 都是生命的问题 一个人 如果生命里边 充满了 这种锋芒 充满了锐脚 那看这个也不顺眼 看那个也不顺眼 有各样的意见在 那除了人人都听他的以外 哪和得起来 对不对 那有什么办法 可以使人人都听他呢 没有耶稣基督的道 那没有 把那些道 做成于人的里面 是和谐不了的 表面的合作 是会有的 基于一个目的 基于一个目标 而合作 它是会有的 忍耐不叫和一 彼此 有一些人就咬紧牙关 维持一个表面的和睦 那并不是我们这里所讲的 所以我们在讲义上面 跟地方那边写到 这个主题是属神的人 分享恩高的荣美服事 话比较长一点 内容比较多 那么关键的连接词 就是安息事丰是132篇 进到这里就和睦蒙福 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和睦同居到有神的福 这是这篇的 从132到133深进入的光景 那么在分段 这篇特别容易分段 因为总共就是三节 那么三节就是 这个目标 以及果效 就是合一同住 那么它的 这个内在的恩典 是有贵重的油 而目标是永生的福乐 这是三节所给大家看到的 那我们在讲义 这个就分得比较细一点 因为事实上这篇是很有的讲 我在看那个江首道 他所讲的这个上行之事 别的地方 也许比方说132篇 和133篇 他编幅133篇 是132篇的 多了一半以上 虽然只有三节 但这个太切身了 也很现实 人人都看得到 人人都想要 但是谁也要不到 我们诗歌好唱 生命难做 所以作为一个服侍的人 他们就很容易产生 非常明确的体会 好 那么在第一段第一节 就合一同诸的美善 这是受高侍奉者的目标 看哪 就让人看得见 弟兄和睦同居 这是我们所追求的 谁 任何一个服侍者 所不能够忽略的 或者说 没有办法去取代的目标 再强化一下 我们服侍 没有要别的 你能不能成就什么事情 在于上帝的命定 和在于当时的机会 但是 无论人多人少 无论什么光景 你能不能和睦同居 都很现实 对吧 家庭也是一样 两个人和不在一起 那就是和不在一起 如何才能够和睦同居 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那么它是善而美的 那么 所以在这一段 我们也分成三个小标题 就是显出的果效 就是有恩高的服侍见证 那这个有恩高的服侍见证 这是叫做被接入荣耀礼的前提 这个被接入荣耀礼 这是可以应用这个 我们要去注意到这一节经文 就是提摩太前书 第三章第十六节 圣经有很多三章十六节 都很值得注意 三章十六节说 大在境前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说 其实这是非常非常伟大的目标 也就是我们服侍者 所能够去得到的一种隐藏的祝福 也就是基督的奥秘 那这是当它显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会说 对 就是这样 那就是什么呢 神在肉身显现 这个叫以马内利 我们这个属肉体的人 上帝在我们生命里边显明出来 然后被圣灵称义 就是其实原文没有圣 就是在灵里 我们灵里边是被算为好的 称义就是被算为好的 因为我灵里边非常非常的平安 不定罪自己 也不定罪别人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 你就对上帝感恩 与自己和谐 跟别人能够和睦 对吧 然后当你有这样的生命以后 其实就能够被天使看见 或者你说被天使看着 在这个时代 越来越多的证据 让我们知道 其实这个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 其实它是和另外一个世界 世界是重叠的 也就是我们说 眼睛看不见的那个存在世界 那那个世界呢 其实是有各样的灵 和各样的存在 换句话讲 如果一个人 他的生命是充满了愤怒 充满了忌妒 充满了种种败坏的东西 其实他那个气味 都会招来一些乌鬼 而天使就会跑了 明白吗 那如果说是 你的生命状态是对的 里面是充满喜乐的 那自然而然 你就会有百祥聚集 当然有一些上帝 所猜浅的天使 他要去找那些 他要服侍的人 这个再多讲一点点 其实在我们的世界 和在灵的世界里 他的连接方式很奇妙 他的连接方式 你可以说 当然这个形容不完整 但你可以说 就是生命的气味 他是根据一些灵体 根据你生命的气味 来寻找你的 我这个说法不十分完整 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因为他用什么来搜寻呢 如果这个气味是充满了 地狱的气息 你就会招来鬼 你因为是属天的祥和 你的死者就会找来 这样明白吗 就会在一切的事情上面 保护我们 让我们能够 这个离苦得乐 能够转为为安 让我们常常处在一种喜乐的状态里 所以之下被天使看见 然后被传于外邦 就是你可以这样的信仰 这样的生命 他会散发出一种能力 使得与我们不同国度的人也 能够感受得到 然后被世人信服 在世界上面的人 他们看到了 从隐藏的到显明的 他能够被看见 能够天使先看见 世人渐渐也就知道 然后才能够被接在荣耀里 那我们说这个被接在荣耀里的前提 也就是说第十五节 这个保罗对提摩太说 倘若我单言日久 你也可以知道 在神家中当怎样行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真理的注食和根基 这教会是什么 神的家 教会 那么如果说我们知道 这是神的家 神的家该怎么做呢 那你就是要使他和睦 所以当你可以使得 一个被服侍者 那能够 被服侍者 或者说我们身边的人 能够和谐 能够和睦 那其实 这就是一个被接在荣耀里的前提 我不知道我讲得清楚吗 所以我们说 这个目标的意义 我们可以把它从这个角度 做一点点的补充 然后另外一句话我们说 这是被世人信服的事实 我们要去传福音 与其进行说服 不如让人信服 这么说清楚吧 让人觉得你这样活是好的 是值得 是真的是幸福的 那么他自然而然 有色自然香 你就会引导他们来的 所以这个被接在荣耀里 是我们的永恒的盼望 被世人信服呢 是我们在世上要得人如得鱼 他的一些具体的表现 而这里呢 我们讲到需要有神的家的现象 我做了再把这一段经文 约翰福音十三章 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 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荣耀 以及命令 当这个卖主的犹大 离开了最后的晚餐以后 耶稣就说 如今人子得了荣耀 当他被卖的时候 是人子得了荣耀 那么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 这个不是今天要谈的 我们就不讲了 就是简单的说 其实一个人 他如何能够做成合一的工作 他其实是需要有被卖的认知 被卖的愿意愿 在这里不多讲了 那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 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 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 是讲荣耀 小子们 我还有不多时候与你们同在 后来你们要找我 但我所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到 这话乃是我对犹太人说过的 如今也要照样对你说 那其实后来就说 我所去的地方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将来你们也要去 对不对 这是讲到永恒的盼望 然后三十四节 三十五节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世人就怎样 因此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所以其实这个很清楚的 一个教会对不对 合适不合适 一个家庭有没有家的气氛 家的荣美 家的性质 其实很现实的就是和睦吗 就是和一吗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而这个是需要有很认真 而且上帝很大恩典的工作 才能做得成 我们如果看到有这样的见证 也许还是套一句台语的俗语说 不可以看俺说 吃鸡鸡 快快 脆脆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如果有那个和睦 真正的和睦 从里边流出来的和睦 其实它一方面是很不容易的事 一方面它也是可以进到荣耀里 可以在向世人活出见证的一个美好的基础 那么在这节经文我们讲第二个标题 就是善美的真谛 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这个何等它是没有办法去叙述它有多大 但是总是它是极为美好的 这个善这个字我们说过 它是Tub 就是良善 就是这个也欢迎为福乐 而美呢 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可以是可悦的 就是可爱的 可以让人喜悦的 在撒姆尔记下第一章二十三节 扫罗和约拿丹活着的时候相悦相爱 这个相悦 十篇十六篇第一节 你必将生命的 十六篇的第十一节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 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这个福乐也是这边的这个美这个字 就是拿印这个字 那么还有呢 在雅各第一章十六节 我的良人啊 你甚美丽可爱 我们以青草为床大 床大这个可爱 所以美 善是你本质好 美是让人觉得可爱 让人觉得快乐 那么这是这边所谓的美和善 其实真正的真谛 真正的意义 所以我们要讲说好 什么样是好的呢 按着在主里边 主耶稣所说的话 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 说夫子我当做什么 善事才能得永生呢 他是说我怎么做才会好 而且好到可以得永生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以善来问我呢 只有一位善是善的 有古卷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 除了神以外 没有一位是良善的 你若要进入永生 就当遵守我的诫命 那么我想在这里 想跟弟兄弟们 这个强调的一点 只有说什么 就除了按着圣经 按着主耶稣给我们启示的 你这个大学知道 在明明德 在心明 在止于至善 这个至善 只有一位 就是上帝 所以何等的善 他所说明的是 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 神的生命是一种 是一种完全的 这个给出去的爱 包容的爱 赦免的爱 所以为什么能够和慕 和慕同居呢 是因为他有这样的 好的本质在里面 那么你有这样的本质 有神的生命在里边 一旦你能够花费出来 能够显出 让人去体会 那就是可爱的了 就会让人喜乐 当有一个人 他在我们身边 他给我们的是 无限的包容 无限的体谅 那无限的支持 而且在很多事情上面 确确实实 能够帮助我们的话 我们在世上 生活的过程当中 会想到那个人就有盼望 跟那个人相处 就会有喜乐 这是这里的美 他所给我们表达的意义 然后和慕的荣耀 是什么样的荣耀呢 就是何等的善 何等美 这个你有一种和慕的荣耀 荣耀你可以把它体会为荣光 或者是说体会 这个理解为 他所做出来的 让人看得见 让人能够会羡慕的 那样的侍奉表现 所以其实你能够使人和慕 他是一种有恩高的服饰 有分量的 有能力的服饰 他的效应 还是那句话 一方面不容易 那一方面是我们靠着上帝 我们就能 这样理解吗 所以我们这里讲到说 合一的服饰 它是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 时分 马太福音 第五章第九节 这个八福里边的那一福 和我念一下好不好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那么这是说明 其实作为一个神的儿子 你是不是神的儿子 就一个关键点就在于 你是不是有心有力 愿意使人和睦 能够使人和睦 所以常常我们自己里边 觉得说不对路了 就因为我们目标没有抓准 那么对于做生儿子这件事情 没有具体的概念 所以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你就要 你就一定是一个 使人和睦的人 而使人和睦这件事情 它其实也是一个职份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十七节 到第十九节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这一节经文我们都很熟悉 对不对 你是一个新造的人 新造和旧造有什么差别 十八节说 一切都是出于神 他就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份赐给我们 那么这里也说明 其实这个一个新造的人 他至少有内外两个特质 一个特质是 他与神和好 一个特质是领受了一个叫做使人和好的 使人与上帝和好的指示 那十九节说 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 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 托付给我们 往下的几节还告诉我们说 我们是那和好的使者 那这是叫做合一服事 其实我想跟听众们再具体的讲的就是 作为基督徒 你应该做什么服事 如果两个人在吵架 你能够使他们和好 那这个就好像在怀孕里边做公社的调解人 那其实这个职份才是真正的事 神儿子的职份 使人和好才是我们的职份 所以我们在这些年间 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我们也感觉到 实在是靠着上帝的怜悯 做久了就会熟练一点 那有些时候你到达一定的程度 你在那里 那里就有和睦 理解我意思吗 那你不在那里 那里就会产生 这个人的现象就会跑出来 而这个荣耀的要使人合一 使人和睦 这个服事是需要有能量的 这个能量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 主耶稣基督的祷告 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内容 在二十节说 主耶稣的祷告 大祭司的祷告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 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 信我的人祈求 使他们都怎样 合而为一 正如你 附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 使他们也在我们的里面 叫世人可以信你 拆了我来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我已经赐给他们 使他们合而为一 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 你知道这句话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为什么能够 有人能够 能够在一种服事里面 能够合一呢 因为上帝把一个荣耀 赐给了耶稣基督 而耶稣基督赐给了他的门徒 有了这个荣耀 才能够合一 约翰福音所说的荣耀 其实就是定十字架的荣耀 那么第二十三节说 我在他们里面 你在我里面 使他们完完全全的 合而为一 叫世人知道你拆了我来 也知道你爱他们 如同爱我一样 父啊我在哪里 愿你所赐给我的人 也同我在那里 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前 你已经爱我了 我想这段经文 如果要细细解释的话 这三个小时很快就没了 那我们就不多讲 我们只提醒一件事 在中国大陆 我在陪伴他们 做这个家教会的 合一释放的时候 起头的动机 就是这一段经文 你要有神的荣耀 而这个荣耀 我们说他是定十字架的荣耀 就是愿意去承受 耶稣基督定十字架 是你跟他过不去 你跟自己过不去 那你们有一些欠债 有一些问题 好啊你们都不要讲 都归我 你们只要彼此相爱就好了 那这个叫十字架 我不知道这么说清楚吗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就是这么回事 不仅仅是我 不是我和你们计较 而是说你们的事 你们的一切问题 都归我吧 那么你们只要过好 那这叫十字架的服事 这个叫十字架的荣耀 这个荣耀一开始 也许看不见 它会渐渐显出来了 而这也是能够 能不能合一的关键点 也就是生命的膏油 也就是一种 使人能不能合一的能量 我们这一堂先到这里吧